大家好,我是顾俊然 这边是你们的小云,你们的小云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一支镜头 是大家很有可能都没有听过的 即使你有听过,你也不一定见过 即使你见过,你也不一定用过 今天要讲的这支镜头,我先卖个关子 那135毫米这个焦段 基本上可以说是拍摄外景人像 非常常用的这么一个镜头 那如果你追求的是性价比的话 那我之前有出过佳能的135F2这一支 大概20年前之前推出的这么一支 很有性价比的这个镜头 就是如果你买二手的话 可能就三四千块人民币就可以搞定的 135F2自动对焦 然后对焦速度还挺迅速,画质不错 那如果你比如说剑走偏锋 而且你不是用佳能的话 你想要追求一下尼康在这个焦段上 尼康有一支也是很老,二十多年前的 比小云还大的这么一支镜头 基本上这个135F2DC 那这支镜头呢 好吧,我之前也有出过视频 你可以了解一下 那如果你对这两支镜头还不满足 对不对 你想要一些更高端的光圈更大的 F2已经满足不了你的话 有适马的135F1.8 以及索尼的135F1.8两支镜头 那这两支镜头呢 好吧,我也出过视频 如果你想了解一下 就是现代的最新的最高端的 就是光圈最大的画质最优秀的 然后就是你不介意多出点钱 可以了解一下 那今天要介绍的 好吧,相比刚才提的这四支镜头的话 好吧,完全碾压它们 在各个方面都碾压它们 就是好吧,我先展示给你看一下 今天要介绍的是中医光学的这一支 好吧,藏在盒子里面的 E35F E35F1.4 好吧,就是你可以看到 好吧,就是当当 这个体积,这个大小,这个重量 好吧,一般来说大就是好的话呢 好吧,1.4 我说的大,不光是光圈大 体积跟重量上你也可以看到 好吧,那这支镜头呢 售价差不多在一万多人民币 那我们先从外形介绍一下 这支看上去非常夸张的镜头 有没有,E35F1.4这一支 中医光学的镜头 好,那这支中医光学的E35F1.4呢 它的规格是有史以来最夸张的 E35的最小短F1.4的大光圈 然后它的这个体积跟重量呢 也是有史以来最夸张的 好吧,作为一支E35的定焦 它能做到如此之大,如此之重 它的重量达到三公斤 所以手持的时候可以说是 相当相当有挑战了 那更有挑战呢 是因为这支镜头呢 是一支纯手动对焦的镜头 好吧,所以如果你在拍摄的时候 手持的情况下 不光你要就是构图 同时你要进行手动对焦呢 老实说真的,我觉得 这对你眼力是一种挑战 对你的肌肉呢 也是一种挑战 因为在E35F1.4的时候 光圈全开的情况下呢 这个景深非常非常的浅 任何轻微的这个移动 这个对焦环呢 都有可能让你从焦点 从眼睛变成了鼻子 或者眼睛变成了耳朵之类的 就是非常非常浅的这个景深 当然我们买这个大光圈的镜头 我要的就是这样前景深的效果嘛 那整个镜头三公斤的重量呢 因为它所有的部件 基本上我感觉都是用铁做的 然后就是 就是 非常的扎实 包括这前面的巨大的这个遮光罩 也是非常的扎实好不好 那拿掉这个遮光罩以后呢 它中间这个口径来到了非常夸张的 105毫米的这个口径 那如果你没有用过一些特殊的 一些非常这个丧心病狂的镜头的话 105的这个口径 基本上是应该你见过最大的这个口径了 好不好 作为一支E35的定焦的话 其他定焦你都想都那么小 然后这支居然体积跟重量如此的夸张 那在这个这边呢 有一个这个脚架环 我觉得是完全用得到的 如果你要是拍摄一些 想比较稳定的这个画面的话 放在脚架上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然后这个脚架环呢 也非常扎实 甚至扎实到 让我觉得有点扎手 好吧 因为它边角感觉有点太过于锋利了 那总体来说 这支镜头呢 就是实用度上来说 可能不是那么的高 但是如果你想追求一些 丧心病狂的效果的话呢 这支E35 F1.4 绝对能让你大开眼界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讲一下这支镜头的成像质量 好吧 那作为一支E35 F1.4的这个规格来说呢 我所有的这个成像质量呢 都建立在它是光圈全开F1.4的情况下说的 好不好 如果你想要知道F2.8是什么效果的话 我推荐你直接就购买那些其他的自动对焦镜头 因为它们更小更轻更便宜 而且呢具有自动对焦好吧 那在光圈全开的情况下 F1.4当然能给你制造极浅的景深 好吧 我说的是极浅 就是特别特别特别虚的背景 好吧 我相信如果你要对这支镜头有兴趣的话呢 你基本上也是追求就是这种极浅的景深了 那这个虚到真的比你本人还虚 就是非常非常的虚了 那使用这支镜头的时候 一定记得把它光圈全开好吧 我拜托你 那我好几张照片的老实说 因为我忘记了光圈环式在这个上面挑的老实说 拍完了以后我发现它是在F1.8或者F2的地方 我就非常懊恼 感觉就是前面的力气都白花了那种 就是一定记得把它开到F1.4 它的光圈环在这个地方 那在F1.4的情况下呢 它产生的这个背景虚化呢 可以说是没有任何的E35的这个镜头呢 可以媲美 背景不但亮足 而且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看 尤其如果你拍摄一些比如说接近于弱光 或者是完全弱光的夜景的照片呢 你就看出这个E35F1.4的这个背景虚化有多么的可怕了 那说到锐度方面呢 显然作为一支参数规格如此夸张的国产镜头呢 我们不能对它要求太高 但是我实话实说 如果你确保你能完全对上焦 手不晃的情况下 其实它的锐度我觉得在光圈全开的情况是OK的 就是老实说我拍上直接完全对上焦的手不晃的照片不多 但是一旦有这样的照片 那我觉得它锐度是完全完全OK的 可以说比我的预期要好一些 当然你不能跟比如说 E35G Master的F1.8的时候的光圈相提并论 那完全是达不到的 但是我觉得就是非常非常的OK 那比较不OK的呢 我觉得就是它的抗圈光能力 所以基本上我用这支镜头的时候 我的这个遮光照能一定是装在上面的 它如果有光线直射到它镜片里面的话 就是它的抗圈光能力 老实说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普通好吧 那一旦有这个光线直射进来呢 就对比度会变得非常非常的糟糕了 所以就是我觉得这是国产镜头通病 那在这支中医光学E35F1.4上面呢 也是有明显的炫光的问题的 好那这支中医光学E35F1.4 这支参数夸张规格夸张的这么一支 巨大的手动对焦镜头 那显然它不是市面上最具有实用性的镜头 好吧就是因为你看到体积看到它重量 甚至它手动对焦甚至它的价格呢 也不是那么的有竞争力 一万块朝上的价格 那这支镜头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基本上就跟佳能的比如200F1.8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比如说50F0.95的 这样的规格的镜头是差不多 基本上是以炫技为主好吧 实用性基本排在比较靠后的位置 那中医光学E35F1.4其实在几年前就已经推出了这支镜头 但是因为就是这个镜头实在真的挺难生产的 镜片实在是太过于庞大的原因了 技术上面原因所以一直没有量产 今年中医光学终于决定把这支镜头进行量产 然后只会生产200支这个镜头 那生产完200支这个镜头以后呢 他们就不会继续生产这个E35F1.4了好不好 那感谢中医光学把这支镜头寄给我 我其实老实说 我第一次听说这个镜头呢是微博上面有网友 在这个之前我都根本不知道 E35居然有F1.4这样的规格 那实用了一段时间的这支镜头以后呢 其实老实说真的实用性来说 我觉得就像我前面说的 种种原因限制了它会比较实用 但是就像我前面说的就是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这个类型的镜头呢 基本上只是为了展现一下厂商是真的有实力跟有诚意 为大家制作一个这么夸张的这个E35F1.4 好吧 那相信照片你已经看到了就是再一次 就如果你真的用这个镜头的时候 记得不要像我一样犯那样的错误 记得把光圈调到最大F1.4 好吧 就是如果你用F2拍了照片的话 我只能说就是你的左手好吧 你的左手真的白白辛苦了 当然我知道你的左手经常有可能对不对 在左手换右手 如果你想看到更多的这种就是 就是平时我们接触不到的镜头的话呢 我可能会考虑把这个做成一个系列 就是比如说200F1.8 1135F1.4 或者其他的就是我之后慢慢会接触到的 这些就是规格比较夸张 但是并没有那么实用的这种少量的少见的镜头 好吧 那感谢今天小云就站在这里 那今天天起来很好 也不能你也没有受冻 你也没有受累对不对 也就是感谢今天小云出来散步好不好 他的他的服装 他的服装真的让我很分神好不好 就是就是 蝴蝶结他不可爱吗 蝴蝶结很可爱 但是看上去就怪怪的 好吧 就是感谢小云 然后大家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他的微博 他的B站 他的小红书 他B站经常在直播打游戏 大家有兴趣的话 有空的话可以陪他一起打游戏 好吧 那我的淘宝店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然后微博Instagram大家可以follow一下 那我们就下一个视频再见了 拜拜 我只能想到这里 那我们就下一个视频 对吧 我只能把他配合 就像你一样的一样的一样 但是我还能够吻 我只能够吻 你不再提醒你 那么多多的一样 我只能够吻 我只能够吻 你不再来 你不再来 我只能够吻 你不再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